这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水果 同时也是家喻户晓的蔬菜 种植方式都是有机种植方式 没有关注主播的 再给主播点点关注 抽几位幸运观众 然后给大家送出去我们的水果 它鲜美多汁 多种风味物质汇聚一处 成就了碰撞口腔的鲜明风味 酸酸甜甜的绝对好吃 这种味道特别的浓郁 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五百多年前 西班牙人带着西红柿幼苗返回欧洲 这是从秘鲁获得的战利品之一 主要是因为西红柿的花朵明艳好看 此后 欧洲人花了差不多二百年功夫 才体会到其中滋味 明代农书食品记载 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万里年间 和向日葵一起从菲律宾带到中国的 换句话说 西红柿在很长时间都被当作奇花异草 直到清末才进入国人食谱 酸能令人口舌生津 甜能带来愉悦的味觉体验 了解西红柿营养价值的人都会对它赞叹不已 其实口感之外 西红柿还富含一种神奇的物质 茄红素 它跟梅生素C一样 是一种抗氧化剂 能够延缓衰老 美容养颜 就像我这一期赞叹大工 还有七八个人 也就是苹果一仔去赞叹叹 雷改英和几位同村姐妹 在陕西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企业 旭蒸果蔬的蔬菜大棚物工 用她的话来说 人不红地皮 地不红肚皮 地处关中平原 向山北高原过渡地带 平均海拔850米 天高云淡日照强烈 昼夜温差加速的糖分累积 所以白水线出产的果蔬 格外脆嫩鲜甜 阳光温室大棚之下 王洪友同样对土地充满敬意 他像父亲一样 精心照料着另外一种水果 然后静静地看着他们长大 冬枣又称冰糖枣 原产于华北平原 环渤海地区 看似其貌不扬 却因富含人体所需的 19种氨基酸和维生素C 以及皮儿薄甜脆的口感 深受南方市场欢迎 到这个棚这是一木岛 这餐料就是 4天间左右 这一棚的餐值 就是8万到10万之间 和清岭一北 露天栽质的冬枣 要在10月成熟 但自从有了设施农业 温室大棚的河湖 节水保温 无惧雨雪风霜 提前上市成为常态 每年都能为果农 换回沉甸甸甸的收入 如今 白水设施农业发展 已经步入快车道 助推航天育种 蔬果种植私品项目 借助便捷的物流渠道 远消失黑外 成为除白水苹果之外的 一张新银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